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安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 有幾陣驟雨 早上最低氣溫約27度 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 天氣炎熱市區最高氣溫約32度 新界最高一兩度 吹和湾南至東南風 只望星期三短暫時間有陽光 也有幾陣驟雨 本周後期天氣酷熱 現在是溫系28度相對濕度80% 預備開始了 我們今天節目拍攝之前 已經開始中明義了 有人可以打上來是發脾氣的 有個IT問題已經坐定了 等著了 先說一件事 因為很重要的 我剛才忘記了提 假如有些朋友用電腦是很聰明的 是神級的 你應該會有一樣東西知道 叫批次下載 即是用一些信蕾、FestGET 所以一次下載了不同的檔案 但如果你是在前幾天做過這個動作的話 麻煩你把連結全部剷掉 因為你是應該在用舊的連結 即是在用海外那邊的單 舊的地址 對 用海外那邊的 如果是的 你能聽得懂這番話 記得去轉它 用一個新的 用本地那邊 千萬不要再用海外 沒錯 如果聽不懂的 沒關係 正常的 我沒有聽過 因為不是你聽不懂電腦的東西 批次下載什麼都不明白 你是不需要你後面那一段 就像我們跟楊楊說話一樣 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 對 所以我盡量解答一些 是我解決到和我明白的IT問題 所以現在先聽個電話 好 恐怖 喂 是不是我 是的 算了 不用了 IT問題是正常的 我想問下載問題 我是用L字頭的手機 LG吧 LG LG的Olympus G 是 我下載聲音檔的時候 是未試過下載到 是 我想問是幾時試 是六月尾開始 六月尾 六月尾 開始交錢 是 交錢 然後下載的聲音檔 一直都拿不到 是 明白 不如你試一下 你是香港還是外國 我是香港的 香港 你試一下現在 因為我們轉了新伺服之後 現在應該好很多了 你試一下現在再上Edmond的網 然後應該看到四個東西 就是有本地聲音 本地視像 然後海外聲音 海外視像 你試一下用本地聲音 我也試過 今天也是不行 也是不行 因為我想問一下 你們那些 是不是不可以 整個檔案拿下來 然後再出去 自己找回檔案 自己聽 應該可以 其實我是suppose prefer 那些人這樣做 就是希望各位 儘量下載先 是的 因為我那個電話 他就是拿檔案的時候 經常都說下載失敗 他應該是直接整個檔案拿下來 然後才聽 然後我用我太太S字頭的一部機 他也不是的 他的做法就是 一邊拿一邊聽 這樣 這個我也不太懂 但是 我個人覺得 其實應該不會有分別 我相信 可能是你試 你是今天什麼時間到時的 你說我太太那部 你自己的一部 LG那部 我每天都試 因為每天都聽不到 好 不如這樣 因為 暫時在手機上 個別型號 可能會出現下載失敗 因為我Note 2 OK 但我試試 Edmond新買的那部電話 那部是甚麼 Mega HTC那部 不是 Samsung那部 Mega 較大的型號 那部 又是下載失敗 但它本身iPhone 又OK 所以個別型號 可能有少許問題 但最好的方法 譬如說你下載不到 電腦下載了 然後過入你的手機 那手機就可以聽到 暫時有方法 就是這樣 可以了 因為這個問題 明天開始 我就做一個 各大公司的 電話 List Edmond那部 我會盡量搞 我會盡量把所有 暫時 現階段 大家有機會用到的型號 即是Lokia那些 不要找我弄 盡量希望弄一個List 告訴大家 有甚麼問題存在 我等一下想到一件事 要跟Edmond說 你先做他 我盡量弄一個List 現階段 我知道一定沒事的 可能LG 我自己也少接觸一點 所以我很難接觸 因為我今天上去公司那部弄 其實都不跟我們 明白 是的 明白 我也知道最近那部弄器 是有些問題的 絕對明白的 我們都心裡抱歉的 真是不好意思 不要緊 最緊要我知道 是哪一件事有問題 我不用走來走 明白 我們盡量 我明天開始 找到公司有甚麼型號的手機 全部試一次 然後就記載資料 再公布給大家聽 好嗎 好的 謝謝你 謝謝你 他已經給面子了 他打你不是發脾氣 你告訴我 很溫柔 很害怕他發脾氣 所以說有先發制人 就是溫柔一點 這個是其中一個對著 你覺得他會發脾氣的 為何今天這個題目 會上課發脾氣呢 靠野 今天突然收到一個電郵 昨晚還是今早 收到一個電郵 看的時候就發現 怎麼搞的 那個電郵把明是發脾氣 發脾氣的時候打的電郵 然後我心想 有甚麼用詞 你感覺到他發脾氣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大家覺得工作究竟是甚麼 工作是甚來為的 工作是一份收錢的工作 不是收錢的 工作是用來賺錢的 工作是用來賺錢的 工作一方面是用來賺錢 時間 你給他時間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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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機 還要付出這個汗之外 你還要付出你的努力 然後突然之間令我想起一件事 工作 我對工作突然有一個新的看法 你好像很深厚的功力 突然之間 甚麼看法呢 就是 要用腦 對 現在宣布一個人說的電話 不關三米 對 為甚麼射對 而且我的耳機是否有問題 真是很差 這些都會令人發脾氣 做事實在做得不完整 但這個詞語 真是厲害 因為你很少跟人說 通常都是罵人的時候 你用一下腦吧好不好 但你轉了英文之後 整天感覺好像很高興 其實真的是 他也是一個創作的程度 用腦 你用腦吧 你做事 反過來講 一個創作的程度 講創意 現在回到那裡講創意 其實這件事很好 真的美化得很厲害 整件事很刺激 有人問 你是不是被林宮罵 不是 他在東京正在開心 但怎麼無端講法皮器 我們都知道 我想說一下和發脾氣 你說吧 其實我想播一段影片 好嗎 因為卡說給我看 他說不要吵齊我 是嗎 不要猜到你突然突入 那段影片 好 播一播 先播一播 之前我撿了一部iPhone 但我本來打算去放 因為我最近等錢花的 但是 我呢 就在電腦裡 找到一些影片 其中 我已經開始發脾氣了 因為他很慢 說這麼多話 做什麼呢 那屁性很差 對 對啊 我想 上網問一下 一些 網友 究竟我現在應該 怎樣 那不如 我 看一下你 就是等大家看一段影片 先看一下 究竟是什麼事先 我只想和你 只說 那我只要 可能 我知道 我 叫你 我現在 都會 一直說 東西 你生死了 我又想不及了 我不知道你死了 你死了 我不要媽咪 我不知道 有我不會再見到你了 我真的覺得很悶 我真的覺得很悶 發脾氣 我其實很不明白 為什麼市面上人們看完之後 可以給這麼多留言 我按進去之後兩秒鐘 其實這件事是什麼事 其實前晚高登有段影片 你說報警欄 有段影片說撿到iPhone 看一段影片 那個女生說好像被這些朋友殺死 最後的遺言 那些人就說查一查 那個人是Lanmo 最後就說Whatsapp 有些人有去Whatsapp 沒有回應 死了 會不會真的遇害了 那些人就去報警了 一報警 警察一查 原來發現整件事 原來是什麼 是一個電影宣傳 就是一套叫七件你死前要做的事 類似這樣 是一個電影宣傳的最新推薦 其實這些宣傳方法 外國或者之前都試過 但這次為什麼玩得這麼嚴重呢 我覺得是令到人罵爆他 那些人很發脾氣 正常是一個娛樂 其實這個呢 等一下 發脾氣和罵爆你的概念 應該是不一樣的 他根本說不定 把兩個東西混合起來 我本來打算救他 那不是 發脾氣完了之後 然後就罵爆他 那些人發脾氣 我本來打算救他 但是你這麼無情的 踢爆他 我唯有繼續罵下去 這條片其實是給大家一個啟發的 這條片其實有很多地方會令到你發脾氣 包括播放那個 就是為什麼會選一條這樣的影片來播放呢 即是艾力仔 即是你搞不搞這條片 那麼流又那麼懶 說不到了 這個是第一種 懶是有心度的人 是很容易令人發脾氣 你假裝很有心度去播放一些很無謂的事情 其實很無謂的事情 你遇過那些什麼人懶在心度 他吧 我不是 他懶是有心度 大家回憶一下 上星期那首歌是誰播的 那個離地的那首歌 那首今天離地的歌 是誰播的呢 然後我們播放其他東西 就說這麼差勁 你播放一條這樣的影片 你懶是很有心度 我沒有懶是很有心度 你其實是想踢一個題目 就是發脾氣的題目 其實不是 其實是踢整股的 你踢一個東西出來 其實但又不是很關事的 即是不是很關我們的主題 那就令到我會發脾氣 你究竟會做什麼 好投票 如果這段影片覺得是沒有關係的 打個一字 是跟發脾氣是沒有關係的 就打個一字 但如果你想讚賞我 扭得好的話 就打個二字 沒有人會讚你了 但第二件事是什麼 為什麼一個人說話 其實那些音樂是這樣的 其實呢 我撿到布 是 這個就是第二件事 我不想說他講話有問題 漏口或者不懂說話 很多人都是 但是你說話慢 就是一個問題 說話慢 就是很容易令人發脾氣的 我覺得慢也不是一個問題 他是慢得來很平的 你明白嗎 即是如果你說話很慢 有些一樣動錯 其實你都會放過他 始終你都會覺得 有一個重點位置給我拿 但如果你預期是真的話 怎麼會突然間 這麼一樣動錯 和你講單字 不是的 還有一個問題是 你講話慢也可能 我原諒你 講話慢的意思是什麼 你很久都不到題 這個也是很敏感的 你真的會生氣的 特別是一些什麼 你講一大堆東西 一大堆東西之後 可以最後歸納兩個字 這些是理人品質 例如剛才那段影片 我撿到影片了 不如讓大家看看 就完結了 他又說到 我那天在巴士那裡 我坐了八個站 我突然之間 看到有個電話 我看到電話就撿起來 我屌你 不不不不 我去看看電話有些什麼 想要看一下照片 看看有沒有哭相 有沒有哭相 原來是八個小時 原來你想說到那段影片 你想讓人看 這些就是令人敏陣 他不會怎樣 如果當一個是高登友的話 可能真的說話是這樣 這個是原因來的 有時候你說 說得太上場的話 這麼上場一定是電影出場 那我現在在說那段影片 會令我發脾氣 你明白嗎 他是不是怎樣出場 關我什麼事 最後我發現 原來是一套電影出場的 手法 你的Tag都可以寫成這樣 就是你的鋪排 最棒的是他解釋原因 解釋原因給你 說什麼 我昨天的影片 不是宣傳到戲 是想評價一下這個女生的演技 你不知道要說什麼 你想怎樣 你想怎樣 我給不到反應給你 那一刻 我講過導演 那裡有說 他被人踏了回去 要找證據 最後是真的插了導演回去嗎 踏了回去 要調查 現在正在找證明 看看是不是真的電影宣傳 還是另一件事 因為警察不是你一說電影宣傳就是 就是要查一查的 要查一查的 今次就是拆了 我真的覺得 玩電影還不玩電影 聽我說少少少 但玩到這樣 不是叫過火 你明白嗎 確實是一個狼狼鳥的故事 多數人說 不是叫狼狼鳥 即使你自己要玩 你也要找一些新意 還有可不可以快一點 我只是說那句 不要太慢 如果你真的要拍影片 就把影片丟出來 就算完蛋了 整個事情挺帥的 對 即是我撿到一個iPhone 你撿到iPhone的前次 就全部關掉了 我撿到一家具音 我撿到我影片的報警就夠了 不是的 其實那個女生做得挺好的 是 即是她那些 我的朋友死了 其實最假的是什麼 我想跟她喝 最假的是 查那個女生的Facebook 看到一件衣服 咦 一樣的 就是關什麼事 之後拍上去的 你明白嗎 即是穿同一件衣服 即是找一個Model 那一見Model的話 那多數是拍戲 那些人會猜猜 那時候還不知道 我都不明白 不是的 即是看到她找到Facebook 然後看那張照片 即是跟她拍片的衣服一樣 那有什麼問題 那她一見是Model 我做節目穿著這件衣服 那不代表我死了 我不能穿這件衣服嗎 不是的 說的是拍戲 那你之後才知道人家拍戲 自己說了出來 不是就是之後說的 不是的 之前說的 拍照出來的 那你拍戲那件衣服 都可以去死的 那算了 這個又是一個很令人發脾氣的事情 那些人不適合邏輯 溝通不適合邏輯 是很容易發脾氣的 我派著這件衣服 我不能去死的嗎 不是 我們深入去調查這個個案 究竟為何我們剛才兩個都會發脾氣 他會多明白一點點 我也不會明白 其實我也不是我明白 沒有關係 他之前出來穿這件衣服 這件衣服不可以穿 那算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算了 你說影片出來之後 他再把這件衣服出來 出來的時候 那一刻已經知道他不是死了 那又跟這件衣服有關係 那算了 你不明白 你明白嗎 算了不明白 我真的好問 有電話 下課先 恐怖 再一次 怎麼稱呼 Flavor 哦 Flavor Flavor 咦 有名字 Flavor 先說一點 希望你說到不要令我發脾氣 OK 現在很緊張 因為我們今天是說發脾氣 所以我們會盡量任何時候 演繹到我們怎樣可以發脾氣 其實是這樣的 今天打上來 今天打上來支持你們 是 支持你們 你們這麼辛苦 搞好網 是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不是說要發脾氣的事情 不要緊 這是真的要先說一說 我要先挖一挖你 雖然你說你很支持我們 而且你覺得我們很辛苦 很努力 很努力 你有沒有因為昨天或者前天 上不到Edmond的網的時候 你先發脾氣 一定不會 一定不會 一點都沒有 當然沒有 我覺得一定有一點 我覺得一定有一點 就是 又下載不到 一定有一句 對 有沒有什麼事情 就是一點都沒有 當然沒有 這傢伙很難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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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覺得我們再應該聊天 很不真誠 老實說 其實我前天 其實不止Edmond的網班伺服器 其實不是香港那邊的網伺服器 低族那邊好像有動過 Love.hk 以前也有動過 人網機也有動過 那個時候其實我們是有 檢查的 我們話說星期日 其實有個節目要在 Love.hk播放 我們一按進去 即是上班之後 一按網址 嘩 進不了 那一刻也沒有反應 就進不了 問一下什麼事 再試幾次 然後問一問 原來沒有人知道這個台 還有東西播放 所以那些人都拆掉所有東西 嘩 那天真是穿了和懶惰的 你明不明白 即是回來做事的時候 原來有些人是不知道 你要做事的 原來弄了你整件事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我們今天收到一個電郵 我們另一個老闆 姓林的老闆 發了一個電郵給我們 然後他說到Facebook 不斷被人炸 我真的很想 現在在這個平台 大家可能也有聽 謎米 有聽 Love.hk 有聽香港人網 如果你有份去 我們那個林CEO 投訴過 在他炸過Facebook 你打上來 打上來罵他 不是 你打上來罵我們 我們都是幫你打工的 我想知道你罵他什麼 搞到他這麼火 你現在照打上來問我們 我們回答你 我們看看能不能回答你 如果我們回答不到你的 你繼續炸到Facebook Favor Favor 你的脾氣既然這麼好 上不到Edmond的網站 你都可以完全沒有發脾氣過 人生裡面有什麼 令你發脾氣 首先是這樣的 首先我要說一點 首先香港人一定要知道 一件事 因為香港的貧寬 是真的很有限 其實很多人都不太熟悉 技術的問題 就是關於這件事 我個人覺得 例如你打機 有時候都會摔倒 是 你都會容許這些時間 去給他支援 是 所以我覺得你發脾氣也沒有用 你到頭來 你又是一樣去玩過遊戲 這句 又對 剪掉他來做鋪毛 不是我們說的 聽眾心聲 然後再出剛才那一段 OK 這個 其實你 尷尬完後 都是會玩遊戲 但是少量影響 會有流失的 就是那種情侶 臭你的奶 對嗎 其實是會有流失的 但是你自己 雖然技術 你明白難處 你人生裡面 有沒有什麼 令你發覺一件很大脾氣的事 可能真的 扔東西 爆東西 有的 有的 打架的 說來聽聽 這些是家事的 即是不能說的 不是 可以分享的 不是 我還怕你以為 你說完之後 我知道你的家裡在哪裡 你那個家事 真的說了這麼大 我馬上怕 這集是家事來的 上法庭嗎 其實都是一些家事 是 那是堂底 是 有養寵物 是 是 經常性 不是很照尿小動物 是 整個房子 就臭了 是 就是屍屍尿尿的 經常性 又不是很 安排得很好 那些貓的廁所 是 發生到整個房子 有很多異味 那些貓 甚至乎 他們可能 有種習慣 貓池 很骯髒 他們就會 不走去 是 走去其他地方 通常都是 一些沙發 那些 是 那時候 我就和這個堂底 一起住 是 那 因為這件事件 就搞到大家不和 是 那 就是 開始動口 是 然後介意動手 但是我有一個問題 通常這些事 是醞釀下去的 這些發肥氣 通常一開始就 先弄一隻貓 是 積下去的 第一步 通常都不會先口角 通常都是說 那隻貓 好像常常那些貓沙 那些貓池 就是好態度的 那時候 你的堂底有什麼反應給你呢? 沒有 其實都會有做的 這些動作 但是 只會是很短暫 是 好 之後很快就會變回原本 明白 明白 然後開始口角了 口角之後呢 你說到你不是口角 這麼簡單 他說到口角 然後就打架 他是沒有口角的東西 就來打不打殘 有口角 剛才說了口角的 口角的 就是瞄準口角來打 我這是人生中第一次 這麼爆的東西 打到 打到 對面單位的人都要報警 不是喔 你想清楚一件事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打他的時候 你會說什麼 一邊打 換貓沙 換貓沙 這樣就不會這樣 說什麼 是一個重點 就是你打架空場 你打到尾巴 這麼家產 一邊打 就麻煩人家 但這次你們有議題 因為是那盆貓沙 你難道一邊打 換貓沙 混蛋 這隻貓沒有 沒問題 有一個網友叫 女次 等一下 有一個網友叫 她發脾氣 是會撞到街上 你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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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你不如 找錢來扔我 不是在扔的時候 大喊 讓我預知 告訴我們 這個真是不好意思 打斷你說一說 記住 OK 那時候就這樣 開了波 對面單位又叫警察來 警察禁門中 我們其實就已經是抱 大家困住大家 好像WF 摔角 摔角 WWE 搞殺 轉了名字 摔角 之後就 沒辦法 始終大家都要拆開 然後就開門 沒辦法 大佬進來問什麼事 我說沒事的 家庭糾紛 你剛才說是練出國嗎 沒有啊 他不換貓 糟糕 然後 有說什麼原因 是開始起頭 不過到頭來 大家都沒有一起搬走了 我也覺得是的 其中一個 令大家發脾氣的位置 是生活相處 其實生活相處 因為衝突位多 還有很多時候 你不滿意我 我不滿意你 這個發脾氣的情況 出現了很多 那你打他的時候說什麼 沒有的 其實打他的時候很搞笑 沒有的 你沒有什麼 我想問你 你沒有什麼 當然拗完 控得好 之後就可能 推一下 有一下可能 會瘋了 大力一點 我肯定很猛狀 那一下可能推得大力一點 一推到他 摔到他 然後他就向前來了 喔 然後就是推我 打架沒有說話的 沒有啊 不用說了 就是偷了 純粹是真的打 其實真的打 打架的時候 好像真的很少說話 我可能記錯了 是嗎 懷偶的時候是多說話 懷偶 懷偶 你打敗 扣我 真的有分 我印象中 赤秋是真的少說話的 是的 赤秋比較少說話 懷偶的時候 通常一群人在欺負一個人 就會一起懷偶 懷偶的時候 應該真的不說話 赤秋真的少說話 應該要鼓著氣 對 你看拳擊那些 他被人打的時候 其實是鼓著鼓著肌肉 讓人不要打得痛 所以應該是說話 所以應該是說話 應該是沒有怎麼說的 對 所以你的學信程度很高 這隻貓有沒有加入戰團 最後打完一份 沒有 到頭來自己搬走了 解決了一件事就沒有 之後就沒有 沒有聯絡 這隻貓呢 這隻貓都搬走了嗎 不是 我自己有隻貓 他有幾隻 他說你很煩我自己走 那些貓在那裡做什麼 你們打架的時候看 不是 牠們就拿起來 拍手掌提訴 吃花生 吃花生 哎 終於打到貓沙紋 你真是麻糞飯 一開始教我去廁所就不可以 掉了 然後就安靜了 傻的 這是你覺得人生中最大的 現在已經是發脾氣了 我真的沒似乎發脾氣 就打架了 好啦 那我們先聽你說話 我們講一下自己發脾氣 繼續努力 打架了 謝謝你先 希望你下次不要發脾氣 好嗎 拜拜 這個冷笑那一刻 真的 拜拜 我覺得那一刻其實是他自己發脾氣的 是呀 撐住說好笑的節目屌 哪一個人說的 其實這樣被人剪線會發脾氣的 我會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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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想想 哪個電話會剪線的呢 一說到電話剪線 我經常發脾氣 發什麼電話呢 就是那些打來的銷售 那些保險基金 之前是打來的 我們是哪一間公司 我們有一個全民退休保障的計劃 一來就說話 一來就說話 那些我都可以的 我都會跟他說兩句 我不需要了 麻煩你拜拜 但現在越來越 這個市道 我不知道怎樣 即是系統 行程已經變成 一打來 首先是你的電話 你自己的電話響了 那你聽 你以為是會的時候 有人跟你說話 誰知道不是 是在接近電話聲 那些真的見聞 因為現在很多這些電話 是飛回大陸的 是呀 它全部都是從大陸那邊打過來 我真的吵你 我浪費時間 在聽你的無聊電話 是逼你打電話過去 我本來也等著聽你說什麼 然後你就 撐你打電話來招呼我 但是你覺得人生裡面 最發脾氣發得多的時間 是什麼時候呢 這一段 哈哈哈哈 回去幾年 回去幾年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是讀書的事 是讀書 我讀書是無憑的 首先要說話 你有沒有見過 那些人發脾氣到什麼程度呢 我見過一個是很厲害的 但是呢 待會再說 我們有電話 不是啊 我先說一個 我告訴你 我不知道為什麼讀書時候的人發脾氣 是很喜歡懶型的 怎樣懶型 我想問一下 很喜歡打東西 不是打一場就打學校的門 打Locker 或者打Locker 或者打玻璃 因為Locker二粒嘛 這件事是型的 是啊 我不明白 為什麼發脾氣要跟型 是扯上關係的 你明白嗎 發脾氣應該是一個很過癮的事情 我懷疑是很性格的表達 是 是 這個表現自我的一個動作 是 什麼人會發脾氣 是 有性格的人才會發脾氣 是 是 你便會明白他為什麼要拍脾氣 是 因為他有訴求要告訴你 是 所以這件事一定要是大動作 是很激烈的 是很棒的聲音 你才會聽到他的訴求 我又不太同意 因為我那次的事件應該不是這個原因 話說那個時候 我小時候讀書 不是很小 就是中學的時候 話說我知道 另一個方 就是我當時的方 例如方一那裡 有一個年輕人 那個年輕人就出了名 是皮膚臭的那些 是 就是私和 一 一 是 什麼 不關我的事 那些 遲到早退 經常都不關我的 那些 又很喜歡吸引注意力 你明明是 喂我射三分布 過來看看 那些 打倒了 還有穿喇叭褲 總之你覺得他很想 多些人去關注他 不是關心 要所有眼球集中在他身上 是的 artist 好像你這樣 這個他不斷說話 不斷在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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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次他就不知道 被迪士阿Sir罵什麼 然後無端端起床 很大聲地罵迪士 你說什麼 那些 這些都是小話 開始口角 口角之後 那個年輕人終於忍不住 他就發脾氣了 怎麼發呢 一拳打開那個門 以前學生時的房間 門口有一個玻璃 對著的玻璃 一拳打開 玻璃爛掉了 然後一手很傷 整個手都是血 然後他不哭 那一刻我還沒看的時候 我還沒看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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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理會 電視劇也不痛 當然 人家夾了 爆了一塊玻璃才打 你不是人家那些玻璃道具 很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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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有撞針 爆了一塊玻璃 才穿你手過去 然後我看到他 嘩 手流血流到爆了 然後我的手 我沒事 他立刻這樣 他會忍著 我沒事 你試一下忍吧 我給你試一次 我不會這麼蠢打下去 他有玻璃入獄 有玻璃入獄 有玻璃入獄 插住了 然後你見到那些血是爆發的聲音 很多人已經在幫他搶救 或上子血 嘩 他痛到飛起 那時候就由形變齒 整件事 整件事 即是本來爆玻璃 我個人來說 雖然是威脾攻物和5號 這件事是不好的 視覺上是帥的 不可以說帥 不可以說帥 是好看 是滿足到視覺的效果 最重要的一個點 有一個很有氣劇的效果 不可以說帥 跟等於是謝霆鋒爆結他 是一樣的 對的 是這麼好看 但人們都覺得他是差的 不是 謝霆鋒爆結他之後 他不會有結他而肉痛 嘩 很貴的 但如果我們這些人 我們爆結他的時候 會覺得他肉痛 這一刻由形變成塵 所以發脾氣的時候 我很奉勸大家 在你們能力範圍以內地形 儘量不要做電影橋段 我想先提醒 剛剛Cow說廣告電話 你們有沒有收過 近來不是打電話 是拉你進一個Whatsapp group 就是集體宣傳的 你們有沒有 我有試過 剛剛有網友提醒 這個也令人發脾氣 無謂的拉在群組裡 這件事也不是現在的 因為Whatsapp也有很多東西可以發脾氣 以前 其實說完 是發脾氣的 但Cow的發脾氣要再說一次 可以再說 我們先說回你的群組 其實這件事是由以前MSN的年代開始 是嗎 我最近才聽 MSN那個年代 你是拉人進來 是不能拒絕的 要自己離開 是 所以那時候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有些銷售的市場 有沒試過 其實Whatsapp也沒試過 但我朋友也有說過 什麼Whatsapp也沒試過 Whatsapp是否經常有群組 叫你進去的 是 十多萬人進一個群組 但其實Active的 永遠只有那兩個 是啊 就是你 你聊天 你自己兩個打電話聊天 就算了 你加了一些人進一個群組 整天就自己兩個在說話 說完話就整天在抖我的電話 對 所以你要每個星期按靜音 因為靜音只有一個星期 這個也是你的人發脾氣 我不明白為什麼那些群組 Whatsapp如果有Whatsapp的員工 可以聽我這個節目 希望有 你會不會有 做Asep的按鍵 不是啊 你做Mail的按鍵 Mail的群組 是永遠 是Forever 但這些是課 你不要進了群組 逼你 也是的 要理一下他 也希望那些群組會比較弱 是啊 我們看看接下來這個聽眾有什麼 還是要發給你 恐怖 恐怖 傑斯 你怎麼稱呼 我知道是誰 好繼續 又知道是誰 這個電話比較特別 你有兩個人在裡面 兩個人 兩個人? 對 他接了 VLINE 他自己接了 你自己接了 那沒事 收回你們 Jesse在這裡 又是 怎樣稱呼 哈哈哈哈 他收回來了 怎樣稱呼 怎樣稱呼 Jesse 另一個呢 美妹 哈哈 你知不知道他打來的時候 哪位啊 我啊 我怎麼知道是誰認到你 我啊 嘩 嘩 我啊 Jesse你可以暫時 我沒有這樣 Jesse可以暫時不用說話 哈哈 沒有接過自己打來的 我們試問一下 美妹 有些什麼令你發脾氣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喂 說話吧 你咳嗽的 如果不說話 你再問一次 你大聲一點 可以嗎 有些什麼 就是你這麼久以來 你這麼久人了 雖然你也是一個小女孩 但是呢 你有些什麼事 令你發脾氣的呢 你先問Jesse Jesse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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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扯開我們的話題 我們今天的話題是說發脾氣 你有甚麼事令到你發脾氣呢? 上次約了妹妹吃飯 然後已經說好了吃甚麼、幾點 之後臨到問才說要陪家人 我屌你呀 然後又要說到你不要生氣 你知道我不是怎樣 最真意的又要問一下 我屌你呀 吃甚麼呀 不如臨時去到那一刻才告訴你 不吃得了 卡爺 要你不要生氣 便宜了便宜了 我先說一下 究竟 拿紙巾 他寫了甚麼 靚妹寫的紙巾 是不是很熱烈洋霸氣 卡跟我說過 又突入了 這件事是關於大家讀書時期 有一次做約拍攝 我和小妹妹一起讀拍攝 然後呢 扑他在街上 約他7點 在屯門等 你猜他幾點到 幾點到 喂 8點 是不是要圍住在街上 1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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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點都未到 哇 你好威威呀 你妹 還要私私然走去現場 走去現場那裡 毫無悔意 那次我真的爆高他 那次我真的爆到 爆七彩 你知道我爆的時候 很爆的 爆到完全不理他 然後女兒 女兒我很少吵架 吵女兒 她是近五年內 唯一被我罵的女人 哇 正啊 喂 美妹呀 你是不是約什麼人 不要緊 美妹 你是不是約什麼人 你都遲到的 是啊 準時啊 中美德 那你約男朋友 會不會準時一點 哈哈 一定不會得到 不會的 那你如果 如果 誰笑到我這麼壞 不知道他走了那傢伙 你讓我聽說一下 那你約男朋友 你也是不會準時的 對不對 好啦 那你男朋友 會怎樣發脾氣呢 是啊 我想知道啊 雖然我聽過 不如帳號說一下 嘩 放上桌子的 阿卡說一下 喂 阿卡 如果你女朋友遲到了 遲到像小妹一樣 你會怎樣呢 你會怎樣發脾氣呢 準時是一個美德 就是你還是那句 不關於音樂和電影上的事 是不會回應的 哈哈 準時是一個美德 但你會怎樣發脾氣呢 萬一甩魚果 我經常都說的 是的 在我記憶之中沒有發脾 哈哈 喂 喂 他真的很廢 他真的很廢 不要理他 但這一下真的不行 對 真的不行 你明不明白 遲到這件事 是真的會令人不穩陣 是啊 我也經常遲到的 我曾經等過一個女朋友 等了四個小時 哈哈 哈哈 但他有什麼原因 他在跟你說 那時候很久之前 但他在跟你說什麼原因 我已經出來的 哈哈 出了四個小時 哈哈 你又回應 哈哈 哈哈 這樣嗎 即是出來四個小時 是啊 是的 出了四個小時 那你發了什麼脾氣呢 最後 我出來之後跟他說 如果我一分鐘 你遲一分鐘 我殺一個人的話 是 哈哈 我是 我是終身監禁的 但你的語氣 不是真的就是這樣 Extended wording Extended Emotion 我終於明白在超人裡面 黑汽石的用處是什麼 是嗎 你真的一看到那個黑汽石 你真的 沒有能力了 真的沒有能力 飛不起來了 但你真的要改 你覺不覺得你這樣遲到 是很討厭的 我不是說他遲到 我知道不是你說他 但是他現在的概念 他本身的個人是遲到的 你知道很多網友都這樣說嗎 你想想自己 你約你的朋友吃飯 可以無緣無故飛機 這個我當你算了 公時 哇 遲五個小時 如果你約一個藝人拍戲 你遲五個小時 其實我已經到了 我可以走了 你看Cow 當時放我們飛機 他會WhatsApp一個小時 說阿樂屏 不用等他 很完善 你有考慮過自己這件事 真的要改一改嗎 是啊 有 兩件事來的 第一就是遲到已經是不好的了 你知道自己遲到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也有個交代呢 譬如一個WhatsApp 一個Message 一個電話 這樣 這件事都要學 就算你遲了遲四個小時 你也遲了五分鐘 真的不好意思 我今天真的會遲三個半小時 你起碼 你不如找一間Starbucks坐著 三個半小時應該會到 但其實我說 如果是等女朋友 這個不關你的事 等女朋友 誰說關我的事 你不要那麼敏感 你們覺得等女朋友 可以接受到的一個遲到時間 即是未至於你會發脾氣的 但我真的未試過等女朋友 無限的 有多少呢 無限的 但麻煩你真的有個交代 OK 好 我未試過 因為我所有女朋友沒有遲到 因為全部我遲到給你 阿九 如果一個女朋友 上限 你女朋友遲到的上限是多少呢 直到永遠 兩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因為阿九會應該 補完一點點 剛剛不是說 約她拍攝的 她不是做演員的 她是做輔導那個位 阿九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浮導都遲到五個小時 不是啊 她覺得 導演不是應該這樣 應該遲 阿九 不用開氣嗎 應該是演員到齊了 你打給我 我才出門口 我不用化妝 你真是沒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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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小還沒回答 我個人來說 一個多小時可以接受 因為都是化妝 化妝 化妝是約 喂 我約你九點化妝 你是不是八點開始化 如果你要化一個小時 不是包遲到的 遲到是包什麼 包塞車 包你不小心中了水彈 要回家再搞過 OK 可以藉口抄底 普遍上 我們check home的人 都是等一顆 一顆是上限 所以小妹告訴你 一顆好了 最多都是 等四顆 不過真的是好男生 Jesse呢 Jesse有什麼會令你發脾氣嗎 就說了 小妹遲到 除了這個之外 遲到之外 我很少會發脾氣 很容易吵 例如呢 有沒有看醫生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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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 我們的task是你星期五打來就不能分業 那你現在 不是呀大哥 那天我好眼神 那我就做不了 那你是不是發了訊息 這件事 又不是去基本部 有交代 我覺得是有一個問題 我先發給誰 隨便吧 打起來說我很硬睡得睡 你也靠電話的嘛 這題我還想後說 但我覺得這是一件事 你們覺得一個人自己做事做不到 或者是不對 有沒有資格發脾氣呢 有 有資格發脾氣 為甚麼呢 這個世界上任何人都有資格發脾氣 只不過是脾氣發得有沒有道理 是對的 每個人都可以發脾氣的 我現在突然之間可以爆脾氣出來 但我發得有沒有道理才是問題 你會讓自己發脾氣嗎 如果你覺得自己沒有道理的時候 要問一下你老闆 哇 這個 靚臭靚臭 我個人來說 我也有時刻發脾氣的 但當你一感覺到 有時候 但我經常覺得 如果我一感覺到道理不在我身上 即是你講服了我 但前提講服了我 前提很難講服的 但我是很難講服的 這個是正常 所以有時候發的時候是不適合道理 不是 你說得明白我 其實我都會… 總之先當我這樣吧 都說不明白 總之先當我這樣吧 可以嗎 在說話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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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你講服的時候 即是當你覺得理由那個理據不在自己身上的時候 其實你真的會覺得自己發不下去 有時候發脾氣的時候 你有時候沒有那麼清醒 你發脾氣的時候 火到的時候你就會發脾氣 你知道為何自己的火會到嗎 無端端 你可能真的不知道 你可能真的… 你打什麼你妹妹 不是妹妹是Jesse 因為她害怕不知道我們接她的電話 因為我們只是說自己的話 有時候你真的一火來的時候 你就罵了 你有沒有試過發脾氣 發覺我發脾氣了 有啊 有啊 真的有的 我發脾氣了 怎麼你這樣做事 你做了… 好像真的我沒有叫他這樣做 你突然之間會這樣 所以那一刻會立刻會收火 但你的脾氣也是發了出來的 已經發脾氣了 但我也會發脾氣 真是會發脾氣的 對不起我發脾氣 我有狗也試過 我小妹還沒說 你有什麼發脾氣的時候 會經歷過有什麼 有人說今天太粗了 不要說太粗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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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妹妹 小妹 小妹快點 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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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全部剪了嗎 喂 小妹 你們沒什麼用 沒有啊 小妹 那你有什麼… 小妹在哪裡 小妹在哪裡 你兩個巴士很像 不要理她 還有什麼令你發脾氣的事 除了這些生活上 除了小妹妹 你不會圍著小妹妹來住 男朋友 男朋友做什麼你會最發脾氣的事 常常都在我無緣無故拿我X來說 特意要撩起你 可能特意不知道你會錯 但也要拿來說 例如呢 例如呢 以前經過某個地方或吃過某樣東西 就會說 我以前和我X有吃過這件事 其實他明知是介意的 但他經常都要特意拿出來說 看你會不會很緊張 會這樣嗎 會 當然會 我沒有預期到這件事 我經常說 我和... 你和娜娜娜開玩笑 我跟她說 我以前女朋友經常去寶星看電影 現在撿了真是慘 然後她會黑臉 我純粹是想說寶星撿了 我覺得這個是你不需要提前面那段的 對喔 千萬是這個事情 但我沒有想到你那麼遠 不要那麼粗鼻 但我覺得這個其實是看女生是怎樣性格 會不會對她合作 其實有些女生其實是不介意的 可能你說回前度的事 可能說 你不是這樣對我 學笑了她 想你開心跟我說 有些時候是這樣說話 或者去一間餐廳 你一定跟誰吃過才帶我來 通常是笑話 可能是想你哄她 或者是寫一個表達 就是要看你對那個人是受什麼 很明顯你男朋友就是不知道你原來不受 我也不知道 有沒有跟她聊過 其實她有 她就是想看你發脾氣的樣子 你是不是想到她承認了是這樣的想法 還是你覺得她的想法 對 承認了 這樣就賤一點 我可以說我是沒有這樣想過的 對 Jesse你對著她24小時發脾氣 她說你這麼喜歡看你發脾氣 不就24小時發脾氣 你這麼喜歡看嘛 我懂得怎麼哄 你發脾氣的樣子就很漂亮 不是啊 靠野你也明白 其實不是很多女生24小時發脾氣 哈哈哈 對 靚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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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喔 不是的 那你有什麼令你發脾氣最厲害的 對 嗯 話說 有一次就 好好地起床 一早起床 然後買了一個蛋糕 然後我是不懂得去那個朋友家 然後 去到之後 我叫她開門出來拿個蛋糕 然後她竟然發脾氣 你問我為什麼弄完這些東西 你以為那個 我不是的 我看見畫面上的臉紅 我不知道為什麼 打聽眾自己想 網友自己想 如果 如果 那個樣子整個呆了 是嗎 好像現在這樣 我懂得到她說什麼 首先 我想跟大家說 其實我不是很了解故事的架構 這件事 假如靠野你是了解 你聽得懂故事架構 不不不不 它是你說的 我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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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懂得到 好上桌了 因為我想像力太豐富了 明白明白 就是話說 阿靚妹 遲一天 起床 很早的 就買了個蛋糕 在她自己的家 就出去買了個蛋糕 然後送給人 就去到送給人 那個人的家 一上去 按鐘 我拿了個蛋糕 買了個蛋糕給你 我沒有按鐘 對 原來沒有按鐘 我拿了個蛋糕 不要緊 繼續猜 然後那個人 就拿了個蛋糕 送給A軍 A軍出來拿蛋糕 一拿蛋糕的時候 就發脾氣 說你搞什麼 做什麼 是不是這樣 美妹 美妹 很可憐 美妹 真的很可憐 我替你不值 你明白嗎 有人良心當狗肺 對 網友評一評你 如果一的你覺得就 我等你 小妹差不多一字 OK 不要說 我們先對個題 其實真的 有時候女生做事 或者男生做事 甚至是 例如有時候 我以前試過 女朋友病了 你會擔心她 不知道吃什麼好的 你沒有理由 你裘龍痛 或發燒 或傷風 或感冒的時候 你說包心似肚 對 所以你會希望她吃一點清淡 但是她又懶 又不在外面 怎麼辦呢 你會親自地買完 放在她的門口 這個前提 你有沒有打電話給她 其實你會說 怎樣都會說 他們會拿的 因為那件事很懶惰 那件事 怎麼過來 那件事很懶惰 我當你是女生自己住 或者知道家裡沒有人 你希望拿給她 如果你剛拿上去改一下 她會想跟你說 我說了不要 即是你的情節發生什麼 就是那個人前面有個大婆 有個大婆在你家裡 你搞什麼 我說過我打給你 不要打給我 你上來打給我 你下將良心當狗廢 是有些陰謀的 不是 你那個人會覺得是很香的 很慘 我的槍的人都覺得很傷 很傷 真的很傷 很傷 這件事 你覺得那個人罵她的那個人是怎樣 你可不可以 你試一下 你先不要說話 我站在樓下等了半個小時 嘩好慘 是 靠爺 假如你現在代入 那個角色 那個A軍 我代入A軍還是女妹 A軍 A軍 你會不會覺得那一刻發脾氣 對那個女生來說是一個 會不會錯呢 不是 是一個令她很傷心的一件事 會不會於心何忍呢 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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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後悔的 A軍應該會後悔的 聰明了 如果給你是她 讓你再來一次 即是如果我是A軍 你會給一個什麼反應出來 我應該會燒炮獎 在門口裡 放上煙花 然後迎接她 對 然後會報上平鑊 我女朋友送你一些東西 那次她有沒有邀請你到家 坐一坐 沒有 好悔 好悔 好慘 那如果是軍爺應該 真的好慘 應該是邀請她到家 真的好慘 真的不行 我那次也很慘 我七八碗粥 放了女朋友到家門口 我就走了 多不開心 那麽妹你氣了多久 現在氣完了嗎 沒有了 這樣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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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她沒有生氣 但她懷恨於心 我聽得出來 是嗎 你是Jessie嗎 對 Jessie來的 我是Jessie 你們兩個說話之前 麻煩你講 好像電台玩節目 我是Jessie 我是Jessie 對 即是我們兩個聽不到你兩聲 OK 好了 男妹繼續說 除了這件事之後 你覺得跟你在日常生活中 最令你發脾氣的 會是甚麼人呢 即是老闆 同事 即是以前在工作的時候 阿狗對你發脾氣 很厲害 阿狗他們 應該只有阿狗 所以 對不起 你說完了 又或者是你的朋友 即是Jessie 即是你遲到雙眼 其實誰都發脾氣 是情人 是情人 有甚麼種類 爸爸媽媽媽 有哪個種類的人 會令你發脾氣 發得最厲害 同事 同事 通常因為罵你甚麼 罵你蠢 認真說 罵你甚麼 罵你甚麼 是呀 這個好像只有我 這個是恥笑 這個不關事 不關罵你蠢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 你罵了他 你甚至說他 甚至說笑 他都會發脾氣 你現在的問題是 問他有甚麼人 令他發脾氣 對嗎 就是同事 同事為甚麼令他發脾氣 因為說他矮 我沒有的 我只是說他 那些美女抬我頂真的漂亮 這樣而已 沒有說其他話 但是 年輕的時候要這樣想 是 很難不是這樣說 是呀 你問心那句 你現在公司裏面 四個人 誰對你最不好 是 我也沒有罵過你 不過算了 可能聽眾 不知道他有多矮 所以 所以 我們不要心罵這件事 但是反過來 現在令到你最容易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你先說吧 小妹其實不是形容她的智商 是 是形容她的身形 是 這些要用家才知道 即是人家說是年紀的 你剛才想問甚麼 我要問你先 你先問你 如果你是說 令到你最容易發脾氣 可能同事說你是矮 你覺得在這麼多個圈子裡面 你最容易令到別人發脾氣的是甚麼人 你不要笑 你笑關我鬼事 這個可能是Jax來的 是嗎 是我來的 你們兩個很難分 即是你覺得 你最容易令到別人發脾氣 是甚麼情況 即是可能是你上班的時候 你太蠢 令到你的同事很容易會敏陣 你遲到 令到你的男朋友 經常都會敏陣 你不聽話 令到你爸爸媽媽發脾氣 讀書不成 令到你老師發脾氣 有很多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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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哪一個範疇 會最容易令到發脾氣 你是甚麼呢 我告訴你 你的主持很容易發脾氣 不聽別人說 即是哪個範疇 你不聽別人說話 即是到處都是 家人 例如呢 聽多些話 好嗎 即是 這樣說 你笑了 你笑了 即是代表甚麼呢 自己想 那些網友 還有甚麼要說 你有沒有話說 對 你打上來 聽你的聲音也知道你是好女孩 你也對一句 用家才知道 對 網友有自己想的 沒有自己想的 還有甚麼要說 漂亮妹 沒有 怎麼那麼疼 Jesse呢 其實我覺得小妹其實是不差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她很頑皮 我不聽別人說話 都不是甚麼問題 那她遲到我覺得都不是甚麼大問題 嘩 遲到不同意 真的不行 Jesse我自己問你 可以我可以我抹了她 我差 我歧視而已 我歧視而已 但是 不是呀 我不是 其實就不是 很多人都會這樣說 那我就是 即是開玩笑 其實我也覺得沒有問題 不是 是的式的 其實我挺喜歡的 我女朋友太高了 對不起 我真的覺得不算 但我的概念真的要扭轉 為什麼你會覺得遲到 不是一件令人發脾氣的事 遲到被人罵我瘋 其實你也要看那個人 對你重不重要 其實阿狗那件事 不是我遲到的 是怎樣的 內情是怎樣的 內情是怎樣的 內情是我另外一個朋友遲到 所以我就要跟著她遲些去 即不是只有我一個 做人不能夠這樣 把所有問題都推到你 這些都是你發脾氣的 我不是推 是 那些交代 你跟他說聲 你跟阿狗說聲 我真的覺得是 但阿狗也會這樣罵你 不是 這個是真的 如果你想別人不發脾氣 其中一個做法是什麼 錯就認 打就站定 對 你這樣射射的球 那個球是不會進到龍門 對 對 所以記住 下次真的不要 遲到 早上都有人說 遲到 是絕對會令人不穩陣的 是很大問題的 是很大問題的 OK 是 特別是做電台這一行 手時 是很重要 而且男女之間的手時 是非常重要的 好不要遲到 知不知道阿Jesse和小妹都好嗎 對 最好不要急讀 對 我是Jesse 你好 我覺得 其實如果我們自己為女兒是認識小妹的話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可以有資格去說小妹 但我覺得如果不認識她的人 就可能只聽我們說的 而去批評小妹的話 其實我覺得不太好 是的 這個 Track Room 的朋友 有時候都是多嘴 不用你去的 又不需要特別理會她們 對 都是那句 我是怕小妹妹會不開心 小妹妹不要不開心 知不知道 所有打上來的樣子 我又不可以說她們 不可以說廢話 不是 不過大家 學Edmond說 在說話 打上來 就不用你出門說話 對 這個是真的 最重要是你覺得我沒有說錯 不是 我沒有說錯就行了 OK 但真的要戒 手時很重要 記住 好嗎 好嗎 乖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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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可以安心一點 起碼知道她 知道了 這個 但是有人發脾氣 發得很厲害 很厲害 對 她很厲害 她起歌 他舉了手 發脾氣 發到那一首歌 其實也是一件厲害 很棒 還要跟我講恭喜恭喜 除水地豪給你我就多幫你們衝起 一次過一個我可以KO幾個 一獲一個對幾個我沒怕過 我聽過聽誰誰又會識 誰誰說誰誰 我究竟誰是誰 我沒聽過你是誰 那誰誰你有沒有聽過我 你沒聽過我沒聽過我的歌 不知我誰說你 只是在我那幾下沒有誰可以碰過我 放假有事不關你的事 怎麽你是要多事 你自為事不理甚麼事 講到得你的虛誓 你不知道甚麼事就說不合你 心裡只要你一不喜歡 你就完全不會重視 或者你幾本事總之我沒有本子 你既然不是我同志 我都不需要你同意 我在這裏說多次叫你別這麼多事 不是你幾時無道理反正 記住這句我幾時關你殺死 吹人愛恨我 愛憎我 吹人討厭我 在我背後開火 吹人愛恨我 吹人愛恨我 無人可阻止我 唱我有火唱這歌 吹人愛恨我 吹人討厭我 在我背後開火 吹人愛恨我 吹人愛恨我 無人可阻止我 唱我有火唱這歌 Hater的Hater HaterGame的HaterPlayer 說到自己當作地下 那麼遷就在地下 你敢吊自己的假柴仔 拆到櫃在地下 I want to be a winner 帶人慢慢就殺你們全家 殺你們全家必須用劍 隨時準備殺他死 你們放同我比 好像不學同每個舉起 永遠都沒得比 永遠都是根命 離世老都看穿你得欠傻的先跟你 這個世界得傻人才會欣賞你 想認識你的存在功用 只是職用職器 鬼有人會認識你 就算你多費心機 全部都只是氣氣有幾奇 你和你幾課 開快則蓋被人為欺負 而入侶出色的人氣 你仍想和你一罰味 得理老實才得理 那些話太骨鼻 避收音機 保你把聲都會 疾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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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 你一上台噴 開口夾夾夾夾著條理 我習慣做人民工 電視圈自己特色 職日富貴要人憑 是他們的共識 到處都皮補 起了死忠職 他們沒有多少功力 我講話有多少功績 你們網上攻擊 每一次一次中低 每一次見你自尋相識 廢柴同盟 沒有你們加盟律然失色 正義聯盟最出色 歡迎小燈萬大擊 何必加傷地 今天起這個遊戲我打聲 女人愛恨我 愛恨我 女人討厭我 在我背後開火 女人愛恨我 愛恨我 無人可阻止我 唱我有我唱歌 女人愛恨我 愛恨我 女人討厭我 在我背後開火 誰仍愛恨我 愛恨我 無人可阻止我 唱我有我唱這歌 我把我台詞說到自己能去到殺人 不眨眼 米蘭爆發中朋友聽你衝人量是隻笨板 以為千次數幾老闆陷入翻山可以反彈 你的所謂最後殺手間 最多用來打手掌 殺女的殺手掀 用來rap著打直手 翻查在家等於開飯 上山外又是玩慢 最後買整班次翻大老闆 你這麼老難得中 這麼有態度 你的態度行一步等 一套做一套位 那麼會做底你這麼耐用 衷心多謝你上次跟我點路 下次別這麼重小心去壓爆 我的flow 又多flow又多flow 我之前要幾度又幾度 你說了這麼多年的始祖 為何還是起伏 你還沒起伏 我距離過終點已經只差幾分 女人來恨我… 來生我… 女人也抱怨我 在我背後開放 女人來恨我… 女人來恨我… 女人可阻止我… 場外有課唱這歌 女人來恨我… 女人也抱怨我 在我背後開放 女人來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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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幫他賣廣告吧 應該要收廣告費 本來不是播放這首 本來是播放另一個版本 再播放 但有一天在外面有人說 不知道他在唱什麼 但老實說 我真是支持馬米仔 我也是 因為他其實咬得非常清楚 我們剛才是播放了一個沙士版 就是喝的氣水 就是Master Mike的Hate Me 其實有另一個版本 不是一首廣告歌 而是Hate Me的第一個版本 那首歌真的很建議給大家聽 那首歌裡很多都是發脾氣的東西 例如什麼呢 例如人們怎樣看不起他 例如他覺得這個Rap的文化 究竟是怎樣 他在發香港Rap的文化 根本不是Rap 又或者他覺得很多人 因為他現在開始紅了 開始上軌道了 的時候眼紅了 就給他很多顏色看 所以他常常說 又或者人們 就是為了去講那個Product 去做一首Rap 是 這個有Rap才有Product 是有Rap才有Product 但之後他做了一個雙語Rapper 他一向都是雙語Rapper 然後就是出這首歌 其實只是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發脾氣 我appreciate一件事 就是我們發脾氣 一向就是罵他出來就算了 但他不是 人家發脾氣是做了一件事出來的 他做了一首歌 填了一些錢 拿來拍在台上 最後在自己的大碟裡收 你不要說大碟 那不是大碟 什麼大碟 大碟 有十首歌 有的 你買這首歌 有沒有聽過 他有買的 然後他做到這件事 其實是有意思的 你明白嗎 而不是只發脾氣就算 然後他做到這件事之後 有人覺得這首歌很厲害 然後他拿去改編 你不如改編做一首廣告歌 那件事也是很值得去appreciate 就是好像Track Room 很多人經常在說人家 怎樣怎樣 你作一首歌來吵死他 你不要說作一首歌 我又不用去作一首歌去吵死他 其實別人打電話上來 去講他自己的故事 其實都已經是一件很勇敢的事 真的 我不是說叫大家在Track Room 不要再在罵人 但我們在Track Room 雖然沒有頭沒有臉 看不到你什麼樣子 不知道你是誰 但是說話都可以人遲一點 其實是 有時候又不用去到這麼盡 尊重聽眾 打上來聽眾 或者是我們的事 你最後這樣罵走一些人 最後怎樣 最後我們節目沒有電話 沒有電話 沒有電話就絕了 其實很多地方我們都會這樣罵 有些人 其實我們沒有損失 我們沒有損失的 我們要早點下班 又不要這樣說 但要講 我真的要清楚 我要曼瑋仔平反一下 這首歌是真是售罵得快 人家玩完這首歌是說售罵得快 那你就說售罵得快就很厲害嗎 那你又是其他歌 你明白嗎 我覺得這個邏輯調轉了 就是 rap的話 如果不是快的 就是慢 rap 你是不是如果他 rap得慢的時候 你會覺得 嘩 厲害 好了 如果一首rap歌 你為什麼都不覺得快 你又要問一下 究竟一首rap歌 在你的印象裡面 究竟怎樣才為之厲害 數百欄 人家做到快 都不是很厲害的時候 那麼慢一點 我覺得這個世界上 大家的那個 其中一個方法 不要令自己經常發脾氣 懂得多欣賞 正能量 正能量 正能量多些 就是account這些是經常發脾氣的 因為負能量很重 他真的 我剛剛入職的時候 我還不是做一個 恐怖 我一會兒才知道 神經病 我們兩個聊 那時候剛入職的時候 那時候公司有很多負能量 剛才有個負能量怪魔 那不要說 有兩個 裝化account還有一個 然後有一個遲鈍 叫笨頓 叫笨頓 這個名字 真的隔他叫笨頓 我知道 有人說你不聽電話 我有啊 聽了啦 寫下了 然後有一個叫笨頓 然後那時候 有一個叫笨頓 那時候 那時候 其實林宇揚是上身的 那時候 這期就比較好 因為我開始在這裡 正能量多了 因為有一個發色的對象 大家有沒有聽到 剛才節目一開始說 你問了一條問題 你們有沒有發覺 想過自己在哪個年紀 發得最多脾氣 你記不記得我的答案是什麼 是這幾年 這幾年 這幾年 這幾年可以 可以 製造了什麼 就是Zero 入了這幾年 幸好 我未入職過三年 是不成幾的 好 恐怖 張仙 是 怎麼稱… 知道是阿絲 是不是 瘦了 認得到你的聲音了 這麼厲害 是啊 有什麼會 有什麼會令你發脾氣 我今天晚上很生氣 我告訴你 我今天晚上很生氣 我以後也不叫 不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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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了麥克風 不是聽人說話 再說一次 在說話的時候 把你那個Placing 那個通 那個速度 放慢一點點 那個子彈太快了 我接不及 他的口太近的電話了 你太近的電話 你嘴不了帳戶 所以 不用那麼近的 慢慢來好嗎 1 2 3 說的你都不改 都是很容易令你發脾氣的 喂 喂 你的電話很慢 我的電話應該好像是回音 不要回我小一點 不要緊的 慢慢來 夠慢了嗎 夠慢了 這個OK 我接受到 因為你明明發脾氣 發脾氣的激動 是 是 有什麼事 我今天不敢公佈來做Event 然後 一定要有很多橙汗 在那裡 我已經忙得不得了 你真的橙汗 為甚麼走來走去 這裏躲那裏躲 不幫忙做事 就要告訴我 其實我可以唱歌 但他就先離我這個歐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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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這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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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好抱,我告訴你,我現在是講意見給你聽,你在塞錢進你的袋子 那些人會覺得我是智者,智者是不會做事的,你明白嗎? 我只說了 我說這件事就會成的 所以這些人是很黑人憎的 義工也是這樣,不要得罪說的,你真的很黑人憎的那一刻 對不起,我發現被人扯爛了應該很生氣 那個人叫Felix,你幫我罵一次 叫什麼 叫Felix 這裏不包過這個服務 這裏不包罵人的 你明明這裏不包罵人的服務 這裏不包罵人的,sorry sorry 除非我想罵人的 然後,其實 大家不是說做給客人 因為那天今天太混亂了 那個活動搞得不夠人 所謂這些,我們叫他做超級炒山王 不夠人就不可以爛 他不做事,拆鞋就可以了 打算圍著一群主持人以上 跟他認識的,就永遠站在旁邊不做 是 哇,我根本真的很生氣,我真的生氣 我突然之間安慰了 好吧,吃個糖吧,不要生氣了 安慰了 他說話終於都慢了 大家覺不覺 因為他沒氣了 一件事呢,就是 在上個月中 我就和我侄女吵架 為甚麼吵架呢 為他經常被衣服裝著 又不習慣好去 然後吵得很吵 扮悶了 然後龍上那個人吵了 幾點了 他現在說錯了 幾點了 現在還在吵 然後那時候 11點,12點 我說你沒有時間的嗎 你不想知道嗎 他說你吵完了嗎 他說你不吵完了 說你夠了 你不租殺成功他 我就不用吵了 那是你不對 那件事呢 我解決到大聲表達 表達甚麼呢 想讓我們罵你 吵架你 吵架你,晚上三家 你放這麼大聲 你還沒意思出聲 不是 我要有後著 我聽極都沒有 11點 11點了 11點了 我看完無線 最後那部劇我睡了 10點半 放假的時候 無線到11點還是12點 他會出一個slogan 11點 請做兩張音量收拾 即是他做了真情 他做了真情的時候才會出 無線都11點出了 呼籲 即是你覺得12點 你還可以開爆喇叭 去逢人 是一件正常事 我不是開喇叭 即是吵架 吵架 當你母女開了喇叭 去吵架 對呀,當你開喇叭 我知道是侄女 隨便吧 你知不知道真的會吵架人 對呀 這些會令人發脾氣 有時興起上來 你真的會不會 你周邊的人 慢著 慢著 問題不是你興起上來 你會不會影響到周邊的人 是你真的影響了周邊的人 還要覺得自己是沒有問題 你買了整棟樓去一份賊 哇 我聽見還不拍下你 然後上面的人就收聲 你不對這件事 你不可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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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他會收聲 他報警抓你 沒有關係 他覺得跟你這些人 爭論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你根本的道理是錯的 你明白嗎 是啊 你明白嗎 那法庭你永遠都是錯的 其實就是 那你還說對 那氣就是這樣 這些就不行 那你沒有道德 你還說是咳線 我不是氣的 我氣爆一點 你試一試 你試一試 不說了 認真 我真的覺得 發脾氣的時候 當你知道道理不起你的手 麻煩你趕快跟我修了脾氣 真的 如果平時你… 他好聲好氣說 不要這麼爆粗 一來就爆粗 人家沒有責任這樣說的 你這麼做 現在你真的晚上吵人了 老闆 我講一句 現在都兩點半了 這個時候也是發脾氣的時候 才知道你不對 好啊這句 包得很好 我想說 其實現在兩點半了 你如果電話說得很大聲 都會被人吵 你幾天說下去 真的不開心 你又被我們吵 不要啦 下次這樣吵人 那不好意思 而且我很討人家 我WhatsApp他 或者我在Facebook 留些什麼說話的時候 你不讀呢 看過呢 我同樣是很生氣的 那這件事 要問人家靠才知道 那這件事 我還可以回答你 我是喜歡不回人就不回人 我也是 認真 我看到你回符號也好 一個符號也沒有 我看到的東西 不代表我一定會回的 是 大哥你想想 我如果有二百個朋友 二百個朋友 一人叫我一句 我只是回的 我不用上班了 那這件事 我和女朋友說了很久 你給我一個笑容 我不回去 他說我不回去 那笑容怎麼回去呢 是不行的 所以不要再煩我這件事 我教識了他 你也要認識 你明白嗎 我有空的時候 是會回應大家的 但如果我沒有空的時候 你不要再說我不會回應 你知道嗎 大哥我們真的有事要做的 是不是你讓我被人炒了 我不是啊你們 是被人炒了 不是說給人家這樣 我誤會了 對不起 我真的覺得 阿卡都經常這樣說 是說 臭妹子 發了WhatsApp之後 五分鐘會不會回到我 這些就是神經病 對阿卡都懂我 阿卡都不會再罵我 好 放心 對不對 癡媽跟著我整件事 我會走音下去 對阿 真的很生氣 真的很生氣 還有什麼要說 有沒有 沒有啦 就帶你來一次吧 OK Bye 拜拜 我是不是想接一個嗎 你試試吧 直接接一個吧 其實我真的很允許 其實其中一個我發脾氣的位置 就是人們會怪你不會回應他 你會不會呢 我會 譬如你媽媽叫你 有時候你媽媽帶你過來 你放你電話 然後你正在在工作 接著你回到電話的時候 媽媽正在告訴我 為何不接電話 其實我找你很重要 為何不回覆呢 對不對 但是林宇洋 林先生 曾經說過一件事是很好的 是什麼 如果你真的要找我 那些是急事 還有我是必須要回應你的 其實你是會想一些方法 去找到我為止 不是應該話說兩頭 林宇洋其實有時候說 他也教過一件事 就是電話不是用來擺放的 是用來聽的 是 Message不是用來看的 是用來回覆的 對 在這個時候 如果工作層面上 如果你有工作上的電話 有Message 你是一定要回覆 一定要回 沒錯 因為你是在收錢 所以你是包含 你是要回覆電話 和回Message 是 這個很對 對 第二件事 你家人打給你 其實我覺得 老鳳應該要回覆 是啊 因為你是家人 你沒有別的父母 他們真的出事 你沒有 所以你剛才說 你媽媽是不對 我會回覆的 但他會怨你不聽 怨 這個是後話 這是emotion的問題 這是後話 其實很多人都會這樣 你不回覆他 你會怨 或是回得不夠趕 不夠快 我的問題 這些就是真的問題 是 是不是真的有時候 一定要回覆你 是 譬如如果不是工作 如果不是家人 我是不是必定要回覆你 是 還有很多問題 有個前設就是 你發什麼給我 我要回覆你 是 你可能在說很多很無聊的事情 是 說很多很無謂的事情 是 你為什麼要確定 或者你要求我 一定要回覆你 是 即是你無聊 我要陪你一起無聊 不是剛才說的阿C 那件事 對 即是真的有這種人 對 真的有這種人 以我的判斷 即是我自己是怎樣做的 公司的事情 我一定會回覆 一定會回覆的 因為我知道一定是重要的 找得我的 就算不要緊 如果我不回覆的話 我都會被人罵的 所以一定要回 一定要回覆的 特別是林先生的這點 然後除了工作以外 我說的工作是工作上的人 給我的東西 是 然後其他朋友 聖那些 我其實都 不是 即是剛才可能阿C是 算了 我不知道你說的是誰 但有很多朋友都會說 為什麼你經常不回覆電話 不回覆電話 因為真的不是 因為其實 林宇良哥的理論 因為其實你叫我 那件事根本就不重要 不是 因為如果你覺得你重要 你會叫我幾句 對 對 你會跟我說清楚那件事 不是 他覺得你幾句 他不承認 你只是高鬥 我扮高鬥 不是扮高鬥 譬如之前我們有一次 走去 忘記了 好像是幫某個台做事 然後就打電話過去 然後 不通 為何要帶他 林宇良 立刻會說 你試一下 因為這個是重要的 你試一下用盡你的方法 去留個訊息 告訴他 所以他會找很多不同 例如可能留個口訊 或者是留過WhatsApp SMS 發個Email 做完你可以做到的事 但有時候其實無聊 即是你準備好 純粹是自己無聊 沒有事情做的時候 你去打發那個時間 你可能是在Facebook叫個人 在WhatsApp叫一句 其實他會不會回你 對你的影響其實不會太大 而最重要是無無聊 如何去判斷他 我自己決定 意思是沒得說 即是沒得說 即是你盡可以說 你告鬥 但有一個人我想問 你說發脾氣 昨天有一件事令我女朋友很生氣 但我不明白為何他會這麼生氣 沒有人想知道恐怖 不要這樣 先說完 當然先說完 你不要這樣 即是昨天 現在設定換了公仔 6個印花加20元就可以換了公仔 但他給了一張紙 他給我的 他給我儲起來 6個加多3個 我知道他喜歡 我偷了一點 加20元換了他 我跟他說 厲害 最難換的 三眼仔很難抽中 他馬上瘋了 你幹嘛換了他 那3個印花就蝕了 6個印花才20元 另外3個印花就多了 我不理會他 趙家爺20元 他說我蝕了 你明白嗎 但我想問 是不是我做錯了 恐怖 再次 喂 喂什麼 你們不是喜歡喂 就是沒有話 你叫我喂什麼 我說錯了 你又不是什麼 恐怖 然後我說錯了 行了 這個是不是藍的來的 是啊 應該是藍的來的 OK 我是藍的 阿的你說吧 其實你 Sero 有個聽眾 打電話上來 你問那個聽眾 你的台 有時候聽不到 有沒有發脾氣 對我來說就有 是 這些就是認真 我最喜歡真誠 不要這樣假聲聲 我不是說flavor 你真的 不是flavor 你真的可以補脾氣 但如果你真的有脾氣 可以跟我們說 我們也想知道 其實都有的 譬如我看到Dennis 他說 其實我真的沒發脾氣 上不了這個舞 就是打電話 看電影 我平時也是 你不會遠 過了星期三的時候 為什麼漫畫網還沒更新 我聽了星期二的時候 日赤還沒搞定 你不要說字幕組 今天是星期五 星期五 星期一那集在笑 都沒有 正常的 這件事 你不就等下 不要那麼興奮 OK 你繼續吧 你興奮了什麼地方 就是經常上不到你們的網 是 那不是 那不是 我連那個App也看一看 它就是有聲 畫面就輕了 借問才是用什麼App 對 我想問 沒有App 我們沒有App 不是 Youtube App Youtube看直播 其實有再一次在這裏 因為打唱來 我又再跟那麼多人聽眾 還有網友解釋一次 其實你們所有問題 我們是不斷在測試 以及不斷在改 你不要以為我們真的不知道 有一個Youtube 輕出來就算了 電話上不到 下載不到 我們又不理 我們真的知道 我們上班 不是真的坐在那裏就算了 我們是不斷在想方法 怎樣令事情好一點 其實真的 我不是騙你們 我不是因為想 挖你們給錢 我想要設攝錄影 要拍在我們辦公室 我們其實真的知道 我們真的不斷在做一些事情 譬如這個節目這樣 恐怖在笑 一開始只是一個技術支援節目 但我們可以不做 純粹覺得大家有很多問題 如果在check room 在電郵打字去解釋很麻煩 所以就開了一個節目 直接告訴你 有很多事情 我們真的知道 我們真的正在改 但有些事情 不是我們控制到的 就是頻寬的問題 頻寬不是我們說 和記你加一條頻寬給我 那他就加給我們 就是這樣 問回李嘉誠 始終都是要 就是真的要說一次的 我都明白 最近問題比較多 其實我都代表公司的技術人員 和各位的聽眾 不 你好像日本人 要站起來 好 行 行 你不用站了 你不是這間公司 對不起 90度個個 對不起 還沒住完 要很久的 好久了 OKOK 保持住 保持多久了 好 雖然好像在玩 沒有玩 你覺得玩嗎 我的影子人角 真是的 我們都明白這件事 可能這些技術的事情 我們是要苦大責任幫忙解決 但希望大家都可以暫時忍耐一下 我相信過了幾天 兩天 兩三天 其實真的會有好處的情況 希望大家忍耐一下 控制到的問題 我們會解決 控制不到的 我們都會跟進的 藍迪啊 還有最後一句 一起共玩的東西才是朋友 我們不是當你們是黑人 我當你們是朋友 所以接下來 八月的時候 可能會搞個網罪 是一起去保糧局 探小朋友的 我正在聯絡 好 繼續 我想問一下 為何在你們香港人網 真是舊網的時候 都沒有這樣的情況 我唱首歌給你看好嗎 OK 會過去的熱情不會減退 你讀一些歌詞出來 還有永遠都是這樣 譬如我們現在這樣 我們永遠覺得上一代的DJ好一點 我們覺得上一代的節目主持好一點 嘩 人家那麼好笑 阿葛那些那麼正 阿葛真的很正 然後 I love you boys 好像已經沒有了一半 這些差一點 然後到I love you boys 之後那一輩 還不壞 還不壞 嘩 你說的就是南西瓜那些 這些永遠都是這樣的 你永遠覺得以前的好一點 但其實以前和現在沒有什麼分別 但有個問題 這個問題可以真的解答到 因為現在mmpoon.com 有一個收費制度 要收費要下載 下載和你立即看是兩回事 所以就不能像以前一樣 立即看到 要下載到 所以要多了工序 多了工序 你給錢 你給錢 我當然要給你一塊東西 這樣才會有 所以下載不同了 所以到你了 南迪 你那時候想不到 發脾氣了 有什麼事做 是 就像你一樣 即是你講一句 真的很粗口 不就是 你真的對著 我又不信 你可以對著螢幕 然後說三個小時的粗口 按住那個Refest 我真的不信 不是三個小時 不用那麼激動 南迪 有時候 你好像前日定 你說停電半個小時 聽一聽一下 平時你們都是這樣 聽一聽一下 整個畫面聽著 都會有聲音 是 有時候聽一聽一下 聲話都沒有了 是 我又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這個台友 總之是知道你這個台友 就信不到了 是 那你會發脾氣的 你會那時候 不看了 轉其他台看 還是說不看這個了 先看電影 不是 混蛋看無線 你會做些什麼去調劑一下 才會發脾氣 我又不認 講了論錯口 然後就去打電話 然後再聊一會兒 有個方法介紹給你 聽上次學恐怖在笑 不行 聽舊的恐怖在笑 他以為你說你打機不要自己打 對 打機不要自己打 看一個台有人打機 很奇怪 其實我們也要盡一點責任 我們今天不斷叫人發脾氣 其實我們也要提供一些方法 解決 下火 不是這樣 真的很不負責任 我已經想好了 最後一個你還沒聽 聽恐怖在笑 這個是其中一個很有用 非常有用的方法 我前幾天看Facebook 我加了很多人 你也知道 聽眾有很多朋友 然後有一個 是以前大蘋果時代的主持 那個女生 不是那個女生 是那些男生 然後他有一次說他自己很火爆 皮氣很差 很厲害 他經常發脾氣 然後他說現在不行 現在不同了 我有一個下火的渠道 是怎樣 他就拍完了阿卡爾的樣子 在恐怖在笑裡面 你真的嗎 真的 我猜他應該在這裡聽 我猜他拿著我的樣子怎樣下火 因為有YouTube有人留言 嘩卡爾的樣子好像糖糖 不是我害怕 他拿著我的樣子來下火 這件事都不是打飛機 是呀 爽吵吵兩小時 都可以的 如果各位真的有什麼不開心 發脾氣 就打上來 聊聊天 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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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吹吹吹吹吹吹 我不介意罵你 說錯課也是其中一個方法 不過如果太晚說錯課真的不太好 即是如果你吵到人 即是說可能阿C那些 找人吵那些 吵到發聲 那些當然不太好 即是開箭那些 發脾氣的時候 其實真的要找一些渠道 幫自己出火的 不然你會爆炸 例如有個網站很適合你上的 是呀 就是admonpun.com 其實還有很多方法 例如打遊戲 如果不喜歡打遊戲 就看遊戲 其實都是外敷 其實還有一些方法是內服 不過我們慢一點 其實吃糖真的很有用 朱古力 糖跟朱古力也是很有用 這個就是我一個小小小的提示 吃甜的東西真的不錯 所以我個人來說發脾氣的時候 我是喜歡吃甜品的 所以我才這麼肥 我是很喜歡吃所有的甜品 是嗎 所以大家知道它是經常發脾氣的 是呀 你記得有些糖放在桌面 就清了發脾氣的 你不要說它 我最近很需要糖果 因為我公司經常發脾氣 如果各位聽眾願意送給我吃 不妨記它這個地址 藍色是這麼多了吧 還有我看你們的遊戲 師傅打遊戲真的很好吃 有時候看得到火了 我還是說一句 挑機一笨 OK 但挑機的遊戲是師傅選擇的 當然啦 不要介意這條規矩是他 當然啦 搞個妄罪好嗎 挑機 打球一笨 好 好 中時再說 好 拜拜 拜拜 人家還說 搞定 好了 拜拜 OK 今天完了 答八了 厲害了 我們還有很多工作 對呀 要做一些伺服器 真的 今天的節目後半部 突然間抒發一些情感 叫人不要發那麼多脾氣 叫人不要那麼火爆 譬如叫Trekwood不要那麼火 然後跟大家說對不起 因為我們的網絡上還可以配合得很好 其實也挺有意義 不要說我們恐怖再笑 你好像那些教電視去完旅行 今天也挺有意義 走太陽館 可以認識到太陽是甚麼位置 其實下火就是這樣 下火就是讓你有些渠道去抒發一下 你究竟會因為甚麼事發脾氣 那你有甚麼事 如果覺得不開心 不成就打算恐怖再笑 對呀 還有希望這個節目有一點意思 幫大家做一點點事 對呀 就是這樣說發脾氣 如果你有脾氣就打算上來發 對呀 如果之後的節目你覺得沒有意思 不要緊的 因為接下來呢 你不要吵我 不要吵我 還有不要再拿著我的照片 他不是打飛機 我打算給你看 但是我們接下來應該真的是八月 我猜 看看我能不能聯絡 大家記住 是C-O在搞定 是C-O在搞定 追他很大 我搞得很難說 我要找贊助 是怎樣呢 就是希望可不可以找一間孤兒院 然後跟他們一起 我們一班人 可能有十多二十個 帶十多二十個小孩 去一個攝影機場玩一天 跟他們一起開開心心玩一天 放心是不會說鬼故 而且是不會說髒話的 那天真的會介紹髒話 一定會介紹髒話 我們很容易調節 其實你當大一點點 說髒話分什麼都可以 我告訴你 其實很容易 就是要說髒話 希望到時候各位有時間 可以加入我們 一起跟小朋友 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義工這件事 不是有機會做的 希望可以幫大家 適合你的音 是啊 不是 縱善恩 什麼啊 最後是什麼 不是得善過 我要有什麼 不是我想是轉其他 但我轉不轉 兒子 假如你的人生真的這麼沒趣 那又可以怎樣做呢 你又想過一些沒什麼意義的生活 我知道二四有個法師的渠道 是啊 渠道很簡單 就是了 就是因為遊戲人間 去哪裡可以看 你迷迷香港那邊 這個就是 時間是幾點 時間是1點鐘 是 那這次是發洩玩什麼遊戲 我們 就是 仍然是The last of us 我聽Carly說 其實我玩了大半 已經 差不多爆機階段 但是還沒爆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應該很快 如果朋友有興趣 就去看看 最重要 一起見證著這個爆機的時刻 好嗎 聖姦 我看電台 哈哈哈哈 給點聲音來聽聽 OK 最重要是什麼呢 最重要就是 記得去我們的Facebook專頁 留下你的任何意見 或者討論Facebook專頁是什麼呢 Facebook專頁就是 B-A-C-K-S-D-A-G-E-M-E-M-B-E-R-S B-A-C-K-S-D-A-G-E-M-B-E-R-S B-A-C-S-D-A-G-E-M-B-E-R-S 或者去迷迷香港那邊 留下你的任何意見 你可能說我們節目廢話 說我們有什麼想說 有什麼題目 你們覺得我們需要說的 那都OK的 還有24小時開放給大家 Fird Zero Fird我是OK的 在遊戲人間專頁說 不要緊的我們不會看的 看到C-Z-O很掛念我便不會看的 OK 但有件事可能接下來我們都會做的 可能有些朋友說 聽你的節目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我盡量不說超開 你在說哪個節目 就是在笑 在笑 不知道說什麼 很難打上來的 不要緊 我們有些新的東西 現在 我都不知道 你弄的 我就是那個POMO 當然了 你在聽緊 如果你想知道我們每一集說什麼 就可以留意一生不恐怖在線的事段 有些訊息會流出來 你可以從而得到今晚會說什麼題目 想定 到時可以跟你們想定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來跟你們聊聊聊天 開心心聊天 好嗎 今天那麼多 星期三 什麼星期三 什麼星期三 接下來星期三 不 星期二日見 明天就會去香港那些 對 星期三就繼續 如果你想聽Ear州的重溫 等等我自己會甩路 不要吹我 還有 還有 經常說我們講些話不適合你說 你給咯 我們在討論區樓下想聽什麼 我們就什麼都說到的,我們就不怕的 我是很厲害的,什麼都想到的 想聽什麼就留在湯圓區和PMCO 都是專業說吧,拜拜